我們要來談一下 這個呢今天啊 9月3號 在臺灣我們常講 九三軍人節 九三軍人節 那事實上呢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抗戰勝利紀念日 對不對 安老師 對 沒錯 好 所以在這個 非常有意義的日子裡面呢 正好因為看到了什麼呢 我們看到了這個 中國的公佈 海事局這邊公佈的 是長江口大型船舶 深水航道進口實施交通管制 那這個剛好就是 在9月3號的這一天 這個日子是不是挑好了的呢 那這個一公佈了 這個交通管制之後 馬上我想比較敏感一點的人 馬上就會聯想到說 福建建要海事了嗎 因為之前已經三次海事 都有在做相關的發布 那這一次是第四次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真的 就是福建建的海事到了 那當然也看到在網路上面 其實有許多的網友 他們分享包括福建建 在甲板上目前的一些動態 有這麼一張 其實你可以看到 福建建在這邊 那麼這個照片 看起來應該還算是清楚啦 反過來的這一張 應該是可以更加的清晰 那這個呢其實也是有人拍到的 這個福建建的動態 我看到上面有建載機耶 大家有沒有看到對不對 這一張之外 然後另外這邊也有一張 在這邊其實也看到在這兒 所以呢其實 這個也是福建建的甲板 同樣的在上面 也有看到有建載機 這有點模糊 恐怕就要請賴老師 告訴我們分析一下 第一究竟是不是今天 要第四次海事 而第二第四次海事 從這些動態圖 是否可以看得出 它的海事重點 什麼樣的端倪可見呢 請教賴老師囉 福建建是全世界 也是中國第一艘電池彈射 全世界第二個國家 能夠做出電池彈射的 而且是整個亞洲 唯一到目前為止 能夠做出電池彈射的國家 這個航母 為什麼要選9月3號 就是在這一天 日本在賣投降 當然有人說更早了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當時就是整個 戰爭的勝利日 那戰爭的勝利日 就是普丁選擇到蒙古 他也說就是為了要紀念 俄盟去抗日的一個紀念日 對 說蘇聯跟蒙古 當年就是在打敗日本 日本的關東軍 是是是 所以要紀念85周年了 是 那我們也是一樣嘛 我們日本的戰敗投降 所以在今天如果福建建 出港海事 我覺得這個是額外有意義的 一方面也正告日本 你的軍國主義者 不要再復辟了 你的這個幽靈 一直在日本的上空盤旋 這個對你日本並不好 對整個東亞 對亞洲 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到今天為止沒有認錯 然後也沒有道歉 更沒有賠償 那這樣的一個軍國主義 你們還妄想藉由美國的力量 在亞洲來鬧事 聲勢 中國大陸不會坐視不管 而中國大陸的福建艦 電磁彈射 完全是自主知識產權的 這一艘航母開始進行海事 而且這一次的海事 很有可能是特別重要的海事 怎麼說 您剛剛有談到有艦載機 那艦載機是要在海事中要走位 這是第一種 一定會做的嘛 第二個 會不會有 彈射器跟降的問題 如果有 那當然會引起 全世界高度的關注 你從那甲板上 你看得出來嗎 目前甲板我們估計 看出來應該是空井600有 您剛剛看有一個源頭的空井600 那麼還有一個尾巴很尖的 一般估計很有可能是 戰鬥教練機 然後另外很明顯的 有看到隱形的戰機 可能是殲-37還是殲-35 就是這種隱身的一個戰機 然後還有就是直升機 另外這個殲-15應該也會上 為什麼 因為殲-15是 就是很成熟的航母的戰機 所以用殲-15來作為彈射 我覺得這個也是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它這個其實 你剛剛不是還有看到 這個擋流板對不對 擋流板它拉起來 其實的目的 對 就這個擋流板 它的擋流板已經拉起來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對於電子彈射中的擋流板 把它彈上去的這個可能性是很高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軍事民 現在實在是很興奮 也在等待 等待的第一張照片的公佈 對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會公佈 有個攝影師會在 也就是說航母出去的時候 空中也會有介護 那也會有攝影 然後海上也會有攝影 就是要去看它的彈射上去的一個情況 是 不過坦白講啦 第一次的這個海事是 5月1號到8號有8天 然後第二次的是19天 第一次跟第二次相隔了是16天 然後第三次的海事是比較久的 大概有23天 那這個間隔 然後但這次間隔的比較久 將近有40天 一個多月 所以可能這個賴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有幾種的這個戰機 應該是跟這個艦載機 要測試 要是非啦 因為它要走位 升降機也要去測試 例如說這個戰機 因為它是折疊翼的 那你折疊翼的你升降機 怎麼走 怎麼拉 然後擺什麼位置 空間有多少 那我們一般來講 設計的時候是 我們是根據這些數據 可是你要走位 才會知道動向 還有我們要測試 可以走多快 升降上去的時候拉出來 然後怎麼去放平怎麼飛 因為它還有固定翼的 空井600就是固定翼的 所以它的本身的這些位置都很重要 因為過去沒有嘛 比如說在這個山東界也好 或者是遼寧都沒有 但是這一次有固定翼的 所以當然很重視 這一次的整個運作 未來的運作的流程 你知道其實最近一直到 日本的零海零空 其實蠻緊張的 但是你其實從那最近的路線 賴老師有看出來 就是大陸解放軍現在在幹嘛 對 因為往目前來講 海側船 海側船是要測海底下面的 水紋狀態 包括濕度 鹹度 還有包括它的地形地貌 然後要去了解就是說 哪一些很有可能是 潛艦的路徑 那這個潛艦 那也就是說美國 日本 他們會運用這個路徑 那中國的解放軍 也可以運用這個路徑等等 所以目前來講 在鹿兒島這個地方 那麼進行這個水測的頻率很高 那日本的壓力當然很大嘛 你知道它等於就是 你剛剛講的是 如果是跟潛艦有關的話 等於就是它現在測量船 就是先去測這邊的水紋 對 測這邊的水紋 然後等於是在幫潛艦探路 對 因為未來的航母 出去的時候呢 你本身的潛艦是會在前頭 一般來講可能會有 兩艘的潛艦是在航母的前頭 然後再來會有 這個導彈的驅逐艦跟護衛艦 那如果是要進行遠洋的話 補給艦會跟在後面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發展中 對大陸來講未來的潛艦 尤其不管是傳統的 或者是就傳統的就是柴油動力 或者是這個核動力 那它也會在這個地方來運作 也想要瞭解美國跟日本 它們的潛艦的活動的路徑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對於大陸來講的話 當然你的水紋資料掌握 那是非常關鍵的東西 那要命的事情 那另外剛剛我們想在畫面上 也有看到中國大陸的運針酒 運針酒它本身也進入了 長崎的附近的一個男女群島 在這個地方進行大概兩分鐘 這個穿越 領空的穿越 這個我個人是認為是回應 七月的時候 七月四號 日本的很不友善的 進入中國的領海 那我已經多次的講 你進來我二十分鐘 我現在才進來你兩分鐘 你還進我十八分鐘 還算客氣的啦 還算客氣了 以後還要慢慢的 再給你討回來 所以未來中國大陸 進入日本的領空或是領海 會成為家常便飯 是 而且其實還有一件事 是你剛剛沒有提到 在就是在這個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測量船 到那個路爾島附近的領海 之前其實還有這個無人機吧 兩架無人機 那是宇納國島 是到宇納國島 而是不一樣的地方 對對對 那等於就是那個是在 剛剛我們在講 測量船的前一天 台灣的東部 因為一個是30號 一個是31號 反正我覺得就是 大陸現在軍機軍艦的動作 其實都是還蠻密集的 對 然後30號 這個是在宇納國島附近 然後日本馬上就說 那個是處於中國的 那這個無人機有意思 這個好像看起來是 現在飛的路線 也是越來越多了 是的 因為台灣的宜蘭的東邊 就是目視天氣好的時候 眼睛可以看到 宇納國島的位置 所以距離台灣是很近的 由於美國跟日本 在宇納國島把它軍事化 過去他們沒有被軍事化 所以解放軍的戰機 或者是戰艦 或者是無人機 不會到這個空運 不會去 也不會到這個海域 可是現在美國 日本把它軍事化 那它的目的是要遏制 中國的這個船艦的出海 因為當如果中國的艦隊 從台灣的北部 就是日本的南部 宮古海峽出海的話 那會入京雲納國島 那如果從南部 就是巴士海峽 可是日本把這些 琉球群島東側的 這些很多的島嶼 把它軍事化 這裡面包括了雲納國島的軍事化 對 石原島也把它軍事化了 一旦把它軍事化 放了很多的導彈 雷達 還有反艦的系統都上去 也就是說除了打空中的 就是防空導彈 還有反艦雷達 然後還有反艦導彈都上去 還有海軍陸戰隊上去以後 中國大陸當然要展示 如果未來日 中美爆發軍事衝突 我們要有能力來去摧毀 癱瘓他們這些的軍事基地 那目前最好用的 當然就是無人機 所以中國的無人機 目前是用各種方向來去運作 有的時候是由中國 例如說浙江這邊出 然後在臺灣的北部 然後再往南部走 有的時候是從臺灣的 南部巴士海峽 然後沿的北部往上走 有的時候是繞一大圈 從太平洋這邊 也就是由東往西 所以等於是對於雲納鬼島 可以進行全方位的攻擊 這樣的一個發展方向 因為它現在飛的路線 其實確實是越來越多樣了 是的 那中國大陸目前來講 用無人艦載航母 可以在075 076 還有就是福建艦 都可能可以裝電池彈射的無人機 那如果航母是在臺灣的東側更遠的地方 從那個地方上來的戰鬥機 預警機也可以是無人機 或者是兩棲攻擊艦 前段時間中國的兩棲攻擊艦 也在練習 在日本這邊做進行登陸演練 那也包括無人機的在內 所以我覺得對於未來日本的 它把它放在東側的 這些島嶼軍事化 中國大陸也有能力 對於這些島嶼東側島嶼軍事化 攻擊的作戰能力 賴老師剛剛其實講的是 一些海軍的動態 當然還有部分的這個無人機 現在其實就是在練習 練習要怎麼樣對 針對的都是日本 所以這樣確實的確是 給日本很大的壓力 也針對美國 對 沒有錯 不過其實講到空軍的部分 我最近注意到 就是有美國的媒體在報導 說中國的中型戰機 是全中型 重型 我更正 中國的重型戰機全球最多 然後說殲-16突破350架了 這個已經是超越美俄 就是說重型戰機的數目 超越了美國跟俄羅斯了 重型戰機就相當於美國的F-15 也就是說殲-16 相當於美國的F-15或是F-18 例如說他們用在 這個航母上面的咆哮 就是F-18 或是F-15這種重型戰機 重型戰機的意思就是 它載彈量比較大 但是它又是戰鬥機 有的時候可以構成戰風機 就戰鬥機有轟炸機的 部分的功能這樣 那中國大陸在這個部分 裡面的生產製造 也就是說成熟機型的數量 是越來越多 然後這個隱身戰機的數量 也越來越多 例如說目前殲-20估計 可能會到400架了 過去美國它引以致好的是說 你的海軍已經超過我了 那我的盾位比你大 你的數量 新式海軍的數量比我多 但是我的盾位比你大 是因為我的航母比你多 可是中國大陸告訴你說 你的航母多也沒用 因為如果在區域巨子的 作戰來說 你的航母產生的效果並不大 所以我們航母對航母 如果在中國的周邊作戰 你航母的功能並不大 那因此你就要靠的 就是這種中型的戰艦 可是我的中型戰艦比你多 而且比你那個先進 那因此在海上的作戰 我就優於你了 那美國人就說 那我的空進比你強 那因為有空權 才會有海權 那我空權比較強 那你中國沒有空權比我弱 那你海軍即使比我強 我也不怕 那現在中國大陸 已經告訴你說 那我的空權也強了 這個對美國來講 壓力就大了 因為如果要在中國的 周邊作戰 那你想美國的空軍要能飛的 一個就是日本的軍事基地 一個就是菲律賓的軍事基地 要不就是關島 夏威夷 阿拉斯加 可是關島 夏威夷 阿拉斯加 遠了一點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於美國來說 它在空軍方面 已經失去優勢地位了 大概是平手 好 其實今天我們聊了一些 軍事的話題 因為剛剛有講到 九三軍人節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帶來的這個賴老師 他放在家裡 對 因為我昨天在講說 明天是九三軍人節 然後呢 因為我父親也是軍人 結果呢 我有聽過國軍楷模 但是呢 我沒有看過國軍楷模 紀念章 因為賴老師是曾經過選為國軍楷模 我就想說 就把這個拿來給大家分享 看一下喔 這個台灣頒發的當年的 國軍楷模的獎章 是長這樣 長這樣 你要不要說一下 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當時就是因為 對於台灣 我們的國防二法 結果我從法國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讀完書回來 那回來的時候 那個部長就召見了嘛 召見了以後就跟我聊一聊 聊一聊以後 那我看他有點在皺眉頭 我就說 哎 我說部長 那個你為什麼好像有點煩躁 他就說總統 要求他一定要把國防二法做出來 但我們台灣那時候 沒有國防二法 就是有國防法 就是有憲法上有這個名詞 但是沒有這個法律 所以你就是那時候 有設計一些戰略國防的內容 對不對 研究案是我寫的 一個就是 所以才能夠當上國際派 一個就是國防部組織法 然後所以整個改革案 是我的研究案是我寫的 還有就是軍備局 就是我們的 你爸爸以前服務的聯勤 聯勤 那我把聯勤跟中科醫院 把它整合 然後那個研究案也是 在下小弟我寫的 所以我寫了這兩份的研究案 後來這個部長很開心嘛 後來就發給這個中將級以上的軍官 因為是列為高度機密 所以就由中將級以上的軍官 來研究來看 後來就草案就列出來了 那時候就 後來蔣仲林卸任了 那新的部長上來了以後 就組建草案擬定小組 就把這個研究案變成草案 草案變成法律 那我就是因為完成了最初稿 所以後來國防部他們就 因為這個不容易了 很有趣 對 因為這個能夠當國軍楷模 不容易 沒有幾個人 人數不是很多 而且我是第一屆到 夏威夷去旅遊的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招待 我們到夏威夷去玩 好好好 滿有趣的 對 我自己也覺得 哇 這是什麼拿來看一下 才知道說原來還有這個 走頂認識的話 就可以給你爸看看 你爸一定很開心 所以今天趁這個直播 我的岳父大人就很開心 所以今天趁直播 跟大家來分享看一下這個 這從來沒看過 國軍楷模的獎章 不過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話題 我想在今天最新的 是大陸出手反制了 反制誰呢 反制加拿大 但是最主要是因為呢 這個加拿大之前 針對中國的鋼鋁不是課稅嗎 那電動車也是一樣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百 所以大陸現在也出手來反制 反制加拿大的這個做法 是針對加拿大的油菜籽 跟化工產品 要做反傾銷調查 賴老師你怎麼解讀呢 我覺得其實有一連串 這事情可以放在一起看 因為最近這個電動車的部分 你看歐洲不是還正在商討嗎 美國已經是延後兩次 到現在都還沒有 最後的一個宣布 最終的宣布 本來是8月1號 後來說8月30號 然後到現在又說 還要再等等看 還沒還在評估 所以兩度的在延遲之後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公布 進一步的消息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因為是擔心大陸出手反制嗎 今天真的對加拿大動手了 美國一直不讓中國好好的走路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不健康的 而且它干擾了全球的生產供應鏈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看到美國就很讚賞加拿大 算先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課100%的關稅 對 我記得那天戴琪還說 我對加拿大這個做法 是強力的支持 可是中國電動車並沒有進加拿大 那加拿大的做法等於是完全要封殺 中國電動車進加拿大的可能性 這個態度是很不友善 而且違反自由貿易的規定 也違反WTO的規定 更重要是製造貿易障礙 而且很歧視性的行為 大陸當然不能接受 中國雖然不是加拿大的 第一大的貿易夥伴 美國是加拿大第一大貿易夥伴 可是中國跟加拿大的貿易 也不容小覷 對不對 好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大陸要反制加拿大 當然要先從你的 大宗的農產品開始 我覺得對尤塞子的調查 是第一步 如果加拿大還不改變的話 會有第二步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一出來 其實就跟當時法國的 白蘭蒂 他本身因為法國也要 對中國大陸 他推動歐盟 對中國大陸瞌睡 那中國大陸已經通過了 這個反傾銷調查已經立案了 而且已經通過了 但現在還沒有實施 為什麼 因為等待你十月份 法國投贊成票是否追票 你如果投贊成票 對中國瞌睡 那當然就立刻實施了 好 現在對加拿大也是一樣 等調查完成了以後 那當然你加拿大沒有改變的時候 那中國大陸當然就開始瞌睡了 那這樣的情形 你加拿大如何能夠再把你的油菜籽賣到中國來 你還有很多東西 中國還可以一樣一樣的都丟出來 對一樣一樣的出 那您剛剛提到的美國說 為什麼戴琦一直在拖延 美國拖延並不是因為中國的關係 是因為他們的內部的企業 內部的進口商 他們實在是棄不過了 他們也有壓力了 他們棄不過了 他們覺得你這樣有完沒完 你這樣子你讓我們美國人怎麼活啊 所以他們對於戴琦也好 對美國 而且這也會影響到 第三輪第二輪的中美的商務部 對 九月初商務部的副部長級的會議 因為這樣的話 中國大陸當然也會使出殺手劍 所以對戴琦來說的話 他一心要把中國踩下去 不過坦白說 有時候也蠻難過的 再怎麼樣 血源上都有中華民族的血 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趕進殺絕的事 賴老師 我們要講電動車 因為其實你看 這個特斯拉在上海的廠 跟福斯在德國的廠 現在是命運大不同 為什麼特別這樣看呢 因為分別有兩個訊息 你一筆就看得出來了 這個特斯拉呢 其實也知道它在中國的車 是賣得越來越不好 但它現在看起來呢 是稍微有點起色 最主要是因為呢 說受賄於大陸有救換性的政策 那特斯拉上海廠的出貨 已經出現連續兩個月的增長了 那麼當然這個對於特斯拉來說 這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在另外一頭呢 我們看到是德國福斯廠 德國現在呢 當然對於中國大陸的 這個電動車的部分 當然他們也希望說 不要受到這個大陸的反手 但是福斯呢 說考慮關閉德國廠的可能 哇 那這個可是它成立 八十七年來首建 恐怕甚至還會引起 非常大的勞資糾紛 那最主要是因為看到呢 它的車 電動車轉型不順 還有就是消費者 現在呢買盤也縮手 所以造成現在目前看到 這樣的結果 我想說不得了啊 以前德國人如果說 你可以進入到福斯廠 去工作的話 這是一個多麼好的工作 令人稱現的工作 至少是銀飯碗 還談不上金飯碗 但至少是銀飯碗 不是鐵飯碗 是 是 現在變成說 是成立八十七年來 要首建官場 這個最主要還是德國的經濟 真的是低迷不正 那因為德國的綠黨 是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政黨 可是綠黨掌控的經濟 因為它的經濟部長 是兼副總理 掌控的外交 掌控的國防 這三個不 是綠黨控的 那綠黨它是 意識形態決定的話 它對於中國大陸 是極端不友善 不是一點點不友善 是極端不友善 即使總理 他一直想要改善 跟中國的關係 但是沒有用 因為經濟部長 在綠黨的手中 所以中德的關係 一直起不來 經濟也一直起不來 德國的經濟 在歐洲是每況愈想 那您想想看 當大家的收入減少以後 它如何換車 然後德國要汽車轉型的時候 它的這個坦白說 最好的還是在中國大陸 因為它的這些零組件也好 特別是電動車 最重要就是電瓶 那電瓶當然是在中國 可是如果它在中國生產的話 你回歐洲又要被課稅 除非它被豁免 那您可以看到 德國就面臨了難處 可是德國的這個小老師 它本身是優柔寡亂 氣勢不夠 沒有梅克爾那樣的一種能耐 所以德國目前 我們看不出它的未來 這是第一個 所以福斯官廠 對德國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訊號 然後您講了特斯拉 特斯拉那請問一下 一個美國廠在中國大陸生產 為什麼以舊換新的優待 也基於它本身 對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只要在中國設廠 符合中國的法規 中國是一次同仁 是齁 對這點我倒是沒注意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在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就做出讓世界各國 更願意到中國來投資 中國是希望這樣 中國是希望這樣 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是 好 今天也謝謝大家 在線上幫我們按讚支持 不要忘記喔 這個影片幫我們要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請教官今天再一次 要推薦這個中天的新產品 這次我們推出的這個新產品呢 自己用 自己都覺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要推薦給大家 它是這個 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這一次呢 我其實看到SPF50 就覺得非常的放心 那其實呢 在這個平常在棚內 因為我們的這個光是非常的強 所以呢 在室內可以使用之外 其實在戶外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了 這個紫外線好像特別特別的強 所以呢 在用這個產品的時候 也覺得實在是非常的這個實用 那今天呢 其實也還要跟大家再來補充 介紹一下 它裡面有榨棗直萃 這個成分呢 其實可以保濕 而且呢 它還有添加黃金海藻的成分 幫助肌膚不但是抗光還能夠抗老化 那再者呢 其實當然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個擦起來不知道怎麼樣 其實不用擔心沒有黏黏的那種黏膩感 不舒服的感覺 也不會有那種白白粉粉的 這個擦上去的感覺都沒有 所以今天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們這款防曬露 那非常的好用 歡迎大家也利用中天快點購的平台 打上我的CTI798 CTI798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的折扣哦 讓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園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鋼防曬凝露 心中醉